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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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好帥喔 各位小朋友覺得好不好聽 有沒有哪一首沒聽過的 沒有 好的 等一下講沒有的 可以下來後台這邊領氣球 謝謝 好啦 各位你現在有聽到 現在各位有看到 我們剛剛這邊最右邊的大哥哥 這個地方吹笛子對不對 他現在吹的笛子 叫做中國笛 你會看到他上面唱盤 盤子上面有很多支對不對 有短的 有長的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請許老師 許藤雲老師 來為我們示範一下鼻子的時候的一個聲音 請 才第一個就掌聲這樣子 那等一下你可能要拍很久喔 好啦 剛剛你聽到的是比較短的 他的名字叫做邦笛 哪一個邦呢 硬邦邦的邦 所以你剛剛聽到那個 對 你等一下剛剛聽到的那個聲音 就會聽起來非常的嘹亮 接下來請許老師再幫我們示範一下 長一點的 低一點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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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這樣子再一次好不好 對 謝謝 感謝各位 好啦 各位 來 我們現在來看 剛剛是許藤雲老師為我們示範的 底子的這一首樂器 然後接下來你有沒有看到前面這個長長的 我現在過來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個很長 對 這麼厲害 漂亮 好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很有氣質的老師 坐在這邊 他的名字叫做什麼 小朋友 剛剛講鼓針的來 來 這個沒有套好的 來 請你跟大家講 這個叫什麼樂器 鼓針 真的是鼓針嗎 是吧 好 謝謝 等一下我讓你下去領氣球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現在請聽聽看 由我們蔡幸運老師為我們帶來的 鼓針的一個示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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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声哩哩 有没有听讲 很好听 好的 我现在QOO哥哥问大家的这些 或者是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 等一下我们会进行实题的有奖真答 就是要送给各位很酷炫的 那个叫什么手表 反正就是一个很酷炫的手表 所以小朋友你要记得注意听 爸爸妈妈如果想要帮小朋友拿手 不是妖怪手表 没有妖怪手表 好 没关系 好 谢谢 我叫QOO哥哥 记得要等一下 不是QOO手感 好 谢谢 来 各位听我 接下来我们现在来示范 坐在古增老师后面的这个乐器 大吉 三哥哥哥 谢谢这位小朋友 你已经有一颗气球了 其他气球要给别人 好 来 不行 来 我们现在请老师 先示范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名字叫做木香鼓 我们请听听看木香鼓 长什么样的声音呢 以上什么样的声音 élévordan不消耳动 但是因为 放見て 点消息 点消息 wolf 料理 不好意思哦 现在 因为天气太好了 所以我們的 對 就有一點點 它有點熱 所以我們現在幫它吹吹風 等一下它就好了 好啦 再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看到這邊 我還沒跟大家說 謝謝 他的名字就叫做 楊晴 你現在看到這樣 好像一大台很大台對不對 跟旁邊這個鼓針比較起來 這個鼓針就是細細長長的 這個楊晴就是胖胖短短 沒有很短 就是還蠻大台的 可是我要跟各位說 這個楊晴有超過140條弦 所以現在是目前 我們現在所有的老師的樂器來講 是最多最多弦的喔 我們現在來請熊斯汀老師 來為我們示範一下楊晴的聲音 對 我來看見見過 你在哪裡 都會讓你來看見 對 你怎麼來看見 你怎麼來看見 對 各位小朋友 非常感謝你們非常的熱情 可是你們會擋到後面的 爸爸媽媽還有小朋友 所以你們可以在這邊坐下來 沒關係 謝謝 來喔 各位 剛剛我們介紹了幾樣樂器 第一個樂器是 笛子 對 你不要只有記得硬邦邦的笛子喔 然後接下來是很有氣質的 骨針 很好 然後接下來是很厲害的 木香鼓 然後再來是最多條旋的 很好 接下來 接下來你有沒有看到 最後面有一個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的小提琴 不是喔 對 剛剛已經講了 對 它的叫做低音大提琴 我們請周成 周老師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低音大提琴的聲音 好 各位 這個是我們的整個樂團裡面的 最低音的聲音 剛剛你聽到一些比較好聽的歌曲 或者是其實在各種的樂團裡面 都必須要有一個低音的存在 好 各位 那一般常常看到的都是大提琴 就是可能你這樣做的就好 它不會比人還要高 可是呢 我們學校名叫很多是 低音大提琴 蛤 我們找了一個很大的很大的樂器 讓我們的聲音能夠更有包覆性 所以我們這次我們帶來的是 它的名字 它的英文叫做貝斯 叫做大波貝斯 中文名字叫做低音大提琴 你有沒有看到它長得比人還要高 有 有看到它長得比人還要高 這個就是我們的低音大提琴的聲音 接下來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陽晴這個地方 中魚 中魚 對啊 他們怎麼知道 他們怎麼知道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怎麼知道 哇塞 你小朋友知道好多事情 都是學校教的嗎 好的 OK 來 我跟妳講 我接下來要跟各位 介紹的這個樂器 它的名字叫做中軟 中軟有四條弦 你聽聽看 它有點像我們可能常常 有聽到的一種吉他的聲音 對 有點像烏克莉莉 可是它比烏克莉莉 還要再大兩倍 三倍 四倍 你有看到這麼大顆的烏克莉莉嗎 沒有 對不對 沒有 它的名字叫做中軟 也是屬於我們中國的樂器 請各位 我們請卓思雅老師 來為我們示範一下中軟的聲音 掌聲鼓勵鼓勵 我沒有要介紹 我沒有要介紹 OK 好 那各位我們現在剛剛已經介紹了 笛子 鼓針 木香鼓 還有我們的陽琴 還有我們的大波貝斯 就是我們的低音大提琴 還有我們的中軟 手上我剛剛 對 二虎 可是我想說大家都應該蠻熟的 等一下你就會聽到很多很多 我在那邊咿咿咿咿咿給大家聽 它的名字叫做二虎 我這邊順便請問一下二虎有幾條弦 一條的舉手 三條的舉手 好 很好 全部都答對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為您帶來 第二首兒歌的族曲 等一下也要請小朋友專心聽 如果說你覺得聽起來很熟悉 你想要跟著唱 或者想要幫我們拍拍手 也沒問題 好 來 為您帶來我們的第二首 兒歌的族曲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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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